来自新北市的一对情侣租车南下 从南投北上准备要返回台中的路途当中 就在国道3号遇上了道路施工 疑似速度过快加上路况不熟 发生冲撞过后正辆车是转了270度横躺在马路中央 23岁的男性驾驶撞昏趴在方向盘上 男驾驶撞昏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也不动 消防队赶到现场赶紧检查生命迹象 确定有呼吸脉搏之后固定颈圈 协助他上单架送医 女友看到他晕了过去没有反应 刚开始以为状况危急 频频打手机求助 而这起意外是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227公里处 23岁的流行男子开车带着女友南下要到台中 没脚到途中遇上了南投交流道的新建工程 道路临时缩减 男子移速车速过快 路况又不熟才会发生意外 那整个翻过来这边这样子 要正要回去吗 北部 要去台中 要去台中 冲撞路旁忽然之后再冲撞到内侧的车道 整辆轿车转了270度横在马路中央 还好安居检郎发挥了错用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关注 服务